赖清德这件事情 他是以提议 以建议的方式 而并不是达成一个决议 换句话说 他没有强制约束力 所以现场可能还没有看到 比较明确的反弹 我们先来谈赖清德 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盘算 其实道理非常的简单 因为他早就已经锁定的最强对手 那就是国民党籍的新北市市长侯友宜 他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糟告全台湾说 现在民进党是不会有落跑议员的 因此如果说国民党内出现了 落跑的台北新北市市长的话 那就可以看得出来 国民党跟民进党显然是不一样的 你看民进党把自己的道德标准 拉得比较高 所以这整个的设计 都是为了要准备着 如果当最强对手侯友宜 真的出现成为国民党的候选人的时候 他们就拥有了一个完整的题材 可以全力的去攻击侯友宜 不过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到底能够执行到多强 其实关键点在于新北市的市民 究竟如何去看待侯友宜的 我觉得这边要去做一个对比 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 当时韩国瑜代表国民党参选大位 那么当时我们就看到说 那么确实也出现了 就落跑这件事情的后续效应 可是如果我们回到当时 一方面韩国瑜跟侯友宜是很不一样的 韩国瑜才刚刚当选第一任 而且在过去他在高雄市 没有太多的渊源 但是侯友宜的情况是 他不但是竞选已经连任成功了 所以前面已经做了四年的 新北市市长 更重要的是 他在之前做了八年的 新北市副市长 所以从民众的印象当中 他在新北市已经服务 超过12年的时间了 那么这一点 去跟韩国瑜当年的状况 很大的不同 那么民进党内是不是就真的没有议员 去挑战立法委员的职位了呢 我觉得这困难度就变得更高 原因很简单 这跟国民党的情况又不太一样 国民党其实你也看到很多新生代的市议员 想要挑战立法委员的位置 可是在民进党内 他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党内的潜规则 因为他们的派系是非常清楚的 新潮流系 苏系 然后还有政国会等等 那么每一个派系 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政治人物 派系下的政治人物 他的安排 他们都有长期的规划 当然所以赖清德出招了之后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意义就是 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从赖清德的角度来讲 他心目中的最强对手 应该就是国民党籍的 新北市市长侯友宜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